这个草莓苗啊,它这个化苗啊,缓的还是不错的 这到明天再浇水的时候,就该给它食物吃了 做这个草莓无土栽培,这个肥料我们每次加多少合适 欢迎来到傅老师团队,简易无土栽培基地,我是柴哥 这个草莓苗已经化苗结束了,我们明天再浇水的时候 就要该带肥料了,关于这个草莓这个肥料的使用啊,给大家提个醒啊 这个草莓呢,是在这个目前常见的瓜果蔬菜的种植当中呢,是最不耐盐分的一种 这个就是肥料浓度高了以后呢,很容易把苗烧死,出现这个肥害 这就是为什么说,有些地区,你看他们就很少会种草莓 原因就是因为当地的地下水的盐含量非常高 所以说呢,它草莓种不成 一般建议啊,我们这个无土栽培草莓啊 这个依稀的树枝呢,建议调到1.5到2.0之间 这个是比较一个安全的一个树枝 前期呢,可以做到1.5,后期呢,可以调到2.0 啊,这样的一个范围,这样的一个肥料浓度呢,是比较合适,比较安全的 是比较难得一样的 因为我们已经在2个月的肥料浓度 在2个月的肥料浓度 那边的肥料浓度 在1个肥料浓度